是辛苦的 一開始的標題 這些是看直播才有的 通常如果我剪出來 一開始這些無謂的東西 我們就不會剪的 好了,入正題 記得四件事 哦,是的 訂我們的Patreon 請我們喝咖啡 用我們的優惠碼去訂VPN 麻煩大家完成直播之後開playlist 還有這個 再提大家一次,幫手課金 至少幫我課幾多 課60上來 幫我頂上第一 這個就是幫幫手 不是幫我 是幫在籌手足 其實是透過我去支持 西業融和在家基金 我們香港剛來的新移民 尤其是年輕人 希望大家幫幫手 請我先預告 接下來這個禮拜 是 禮拜六 或者日 是吧 禮拜日 禮拜日 中秋之前 或者這樣說 中秋演唱會 中秋課金演唱會 好嗎 大家可以在這個禮拜 可以預先入歌 先入歌 在Buy Mea Coffee 入歌 課金給我 幫我練歌 然後到期時 去到禮拜日 禮拜日 即中秋正日之前 那天 娛樂一下各位 是的 我們上個月 就停了 是吧 我覺得也不應該搞得這麼密 其實 始終就是這個主客有別 我不是主要搞這些 是嗎 是的 袁麗林也是 有拍過這個發殺手廢罪 我記得她 叫曾文青 拍得不錯 9月22號 9月22號 是不是9月22號 不是 是中秋節前一天 是嗎 不是 中秋節前的weekend 是你這樣說 9月15號 OK 好了 約定大家9月15號 VALP 上次課金 今次還回給你的 如果你再入過的話 當然就多多無虛 是吧 好 今天回到來 這個很重要 我就見到 有幾件事情 同一時間發生的 大家不可以不注意 這件事就是 其實這個就是五大部門 RFA報道出來的 而RFA報道出來的 其實它也有些權威 是吧 起碼是美國的公營電台 是吧 好了 這個 大家看著 五大部門 上個星期六部 這件事是 嗯 但weekend 我們又沒有開台 這個五大部門 國務院 財政部 商務部 農業部 和國土安全部 齊齊 就向美國 國民 和商界發出風險建議 物為嚴之不遇 不要說不告訴你 叫你們 這是針對香港的 如果你在香港做生意 或者旅遊 都會面對人身安全 和法律風險 最有趣的是 你說的五大部門 其中一個 包括農業部 是嗎 我都在掌握頭 農業部 為什麼農業部 呢 馮同學有解釋 包括食物 所有食物供應 都包括農業部 嗯嗯嗯 那農業部 香港有什麼 農業代理 美國牛扒 美國牛扒 是呀 主要有 但是美國牛扒 有選擇 那有什麼 一定是需要香港 就是 你還有其他 你其他農產品 專口呢 你中國極需要 那些大豆 啊 大豆直接買的 嗯 中糧直接買的 是啊 那我都不知道 那有什麼敏感 就是你香港 你通過香港 如果你是要做香港單 那 通常你都是 在大陸 不方便直接買 那些東西 是嗎 譬如晶片那些東西 農產品 我是不明白為什麼 這個我暫時 我不太明白為什麼 他要在香港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 就是警示 是嗎 還有 就是 你去到農業部 都出了警告的話 這個就有些 over over到 喂 現在是不是真的去到 是不是要警告 和香港脫勾 那麽就是 我們之前都聽過 美國駐港領事 梅如瑞 他的身段很低 你記不記得 他今年年後的時候 我們都做過一個 就是做一個節目說過 其實他不是接受過 專訪 其實都是接受 RFA的專訪 他不是說的 盡可能都希望留在香港 越來越好 不會放棄香港 而且他重申一次 美國 在香港的公司 有1500多間 撿一間就是一間 撿一間不會開1.6間 不會撿一間又開16間 沒有的 撿美國公司 撿了就未必會回來的 現在做一個警告 我想問的問題 是不是 就是叫這1500多間美國公司 都要支訂 是不是這樣 其實之前 都說 有一個 其實這宗 這宗 法案 我們不是之前說過的 就是叫過 這個叫做 港版網安法 就以保障 那些用戶的私隱為名 就叫你做好網絡上面 公司網絡的基建 然後給保安局 其實要跟你通力合作 要做好保安局 甚至乎 可能要加裝 保安局要你加裝那些網絡 就是那些網絡保安軟件 就是等於 港版六八 有沒有記不記得六八 記不記得六八 記不記得六八軟件 在大陸那些 那些電腦 是不是都要安裝 是不是 如果你大陸買電腦 一定要安裝 說就說 幫你保護 保障網絡 但是 其實 它可以讓公安部 進來 更多的說法 就是說 到時候 可能你要交資料 被保安局 你不知道 是啊 我記得 好像 光傳媒 光傳媒 它做一個 它炒稿 做得不錯 Anyway 我暫時找回這個 這個科技網 Uwire 這個unwire 它都提過 提過這件事 其實 你代表的那間科技 都說過 香港 現在立了一個新的網案法 庫權 保安局 叫你們 要做好的保安 但是這樣可能有風險 令到你 其實那些商業機密 會洩漏 是不是 這件事 其實就是Google Facebook 嚴正警告 是不是 之前說過 是誰寫一篇文 莫乃光 莫乃光寫一篇文 然後被鄧炳強警告 收了外國遊說 是不是吃了別人茶禮 現在就說 其實就算 美國 美國五大部門 不警告也好 你走在前頭的科技渠企 它都感覺到 現在香港的營商環境是很差 現在五大部門 就不僅僅說營商環境差 是說你犯法 是說你犯法 我現在說個結論 現在說你犯法 要麼你就是犯香港法 要麼你就是犯美國法 這個正正就是馬時康所說的 腹背受敵 以前 香港是怎樣 香港就盡量不要搞這麼多麻煩事 白面玲珑 吃四方飯 是不是 不是一個政治城市 是經濟正是賺錢 是不是 那盡量就不要有爭議 什麼都爭得定 以前香港政府是很活躍的 在國際舞台裏面 但是 說活躍的地方 是在那些金融 專業領域裏面 所以我們都說 如果你找回 例如特首 以前出外面說話 最出名的就是 曾蔭權 《大屋斯論壇》裏面 就是在說體制風險的問題 留意這一句 他們說 五大部門做的警告 對上一次已經是2021年了 2021年就是 拜登剛剛接任的時候 拜登第一年接任的時候 他就做了一個警告 現在他退任了 他又做了一個這樣的警告 這麼厲害的警告 超級大的警告 現在 除了《國安法》之外 他就說得明白 營商環境 可能觸犯美國 對俄羅斯多項制裁 就是說 現在要制裁香港公司 接下來的 你們這些人 如果你在香港做生意 麻煩你看路 看清楚 和你做生意的partner 是不是他們是涉及 那些俄羅斯交易的勾當 和俄羅斯貿易有關的勾當 都不是接下來 是來了 接下來 這個是什麼 Pleasant Continuous Tense U.S. has been sanctioning Hong Kong 之前正在做制裁 現在正在做 或者將來做得更厲害 我們經常都說 隔個禮拜去到 制裁一些在香港 和受制裁地區有關的公司 某程度上已經做了 只不過是說 那些美國公司 在香港可以做到的事情 既不犯香港法例 又不犯美國法例 的空間 會越來越窄 麻煩你們自己看路 要是你們在香港營運的企業 個人或機構 學術機構 媒體組織 研究 或者那些什麼 研究服務者 提投資者 應該了解 自從2021年 上次顧問法報以來 國安法的顧問報告以來 香港的法律和規定的變更 這些變更 可以對香港營運的企業 和個人產生不利的影響 如果他們 和美國制裁的個人 或者實體有接觸的話 你應該特別注意 這些法律和規定的變動 即是說 剛才第一段 要是 首先 你現在 在香港 就會有 觸犯本地法律的風險 是所有機構 不是說 只是做 那些什麼 商業的 咨詢服務 咨詢機構 是學術 媒體 研究 無所不包 你和農業部 我真的不明白 農業部也有關 是不是 如果 其實你看到 很冷戰的感覺 其實去到是 然後就說到 除了 國安法的風險之外 還有美國法律風險 你在這個地方做生意 你就可能會和那些 骯髒 骯髒的人一起做生意 而你不自知 你不要說你自己不知道 因為殺到來的時候 真的去到 美國商務部問起你的時候 你就一身危 商務部曾幾何時都 或者國會曾幾何時都 都叫成班實業家 麻煩你填表 因為我準備制裁 我不想搞到你 是的 現在還建議 除了國安法之後 還有23條 你現在的營商風險會大增 23條覆蓋的條文 還包括外部勢力勾結 以及涉及國家機密的活動 以及間諜活動的行為 這些條文都可以影響 或者干擾在香港的日常業務活動 或者旅行 然後裡面也看到 幫RFA說話 一些國際媒體已經減少了 香港的工作人員 包括自由亞洲電台 這個就告訴你 喂 我們政府已經開始這樣做 你不要還在這裡扮 你不要還在這裡扮無知 不要還在這裡 不關我的事 我只是普通正當商人 不關我的事 但是在冷戰時代 迫旅分明的時候 是不能這樣分的 你說這些是第九頁 如果你再下去第十三 由第十頁開始 已經是說 美國政府大概掌握到一些證據 告訴大家 中國和香港是規避制裁的一個重要地方 是的 那哪些大風險呢 首先大風險那些 不是做CIA CIA那些本身就有風險 經濟和商業分析師 和大陸一樣 市場研究人員 信用評級分析師 還有僱用他們的公司 就是說 現在我當你穆迪這樣 穆迪 穆迪 stand and poor 和衛育 三銀機構 在大陸和香港是沒有分別的 我問了 你說你是stand and poor 你在大陸開辦公司 還是在香港開辦公司 就是去大灣區 就是去大灣區 尤其是對那些 在香港或者內地做盡職審查公司 就是白欣 那類 就是白欣 這是發生在前年還是去年 去年 去年五月的時候 在大陸上海 被人查封 然後呢 在香港的百欣公司 那些職員 都漏東西 就馬上去新加坡 其實一早已經做了 目的都有這個風險 當時就是 一降銀級之後 就叫員工去工作 嗯嗯嗯嗯 然後 後面你剛才提到 香港 中港已經成為了轉運點 超級聯繫人 你聯繫是誰 那就是說 李家超現在說的 那種執拾開十六 其實不是好事 甚至乎是壞事 是趕客的壞事 你執拾完開那些 不是說開店 是開這些公司註冊 而公司註冊做生意 我們知道 這一年是多了很多 是港俄貿易有關的公司 這些是有毒的 對香港是 其中一間威炮的 他做完俄羅斯貿易 還要幫你考試局 去運市卷 你開了很多商業註冊 不是好事來的 因為其實很多都是同一個金主 同一班老闆 只不過他規避制裁的風險 那所以呢 然後 這個就是破 化整為零 不是啊 逢同我在隔壁台都說 執拾開十六 是什麼意思的 是執拾十間美國的公司 開十六間大陸公司 不是 這個一早已經是 但是你開大陸公司 現在你可以發展得起的業務 發到市賺到錢的業務 就是港俄貿易 嗯 是吧 而中共又很積極去要你做這些事情 超級聯繫 人聯繫是哪些 你以為還是歐美 大陸本身是想利用香港 傾銷全世界 我們都講過 就是習近平那個策略的 就是為什麼 你例如說 什麼電動車啊 或者高科技產品 虧虧的都要做 它是要破壞 整條逆後建立的生產鏈 但是問題就是 你這樣做的話 習近平叫你這樣做 習近平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 死的話 是死的那幫商人 所以他唯一 發現唯一賺到錢的地方 就是現在打仗的俄羅斯 但是問題就是 中國自己 想規避制裁 不想直接 拿這個制裁的問題 那就利用香港 嗯